进入第四个年度的守望相助杯七弹锦标赛 今年由县长黄建廷担任代言人 提前在拍摄广告时 先行体验了这种超级刺激的户外大型竞赛 跟着这群年轻小伙子一起在场内 光是爬了几圈就相当的累 县长直呼真是串 先让大家来一赌为快 枪弹雨林的震撼刺激 让台东所进行的守望相助杯 七弹赛一再获得广大回响 第四年度的七弹竞赛 请来的代言人就是台东县长黄建廷 提前拍摄广告CF 先是要穿上全套的装备 在场内左闪右躲 拍摄的过程他直呼真的会喘 10秒钟 Go Go 这个台东队的加油的这样子的 像你这样实际这样打的感觉怎么样 啊 这个还是会有点累的 所以我们 你看我们的选手都是小伙二十岁以上的 那像当兵的时候有实际这样 当兵当兵那时候 只有练射击没有 没有这样像这样跑 七弹赛靠的是眼明手快 一点闪失或是一不注意 就会被对方击中 因此就会扣分 要在结束后一生干净利落的来退场 就得要看看到底有没有功夫了 这个 来来来 来来 给他们 他们会把提名 然后给他们再打 先打一场 不要 你们继续比赛成绩也都很好 不是吗 相信说对我跟我讲 打的话体力就很好 这个还是体力很重要 对对对 我刚刚10秒钟冲到那里就在喘 哈哈哈 好 加油加油加油 看这些年轻小伙子在场内 又是跑位 又是要找眼闭 真的相当刺激 3月10号以及11号这两天 就要隆重登场了 若你对这种刺激游戏 还没真实感受过的话 记得到台东森林公园 看这些选手们的精彩竞赛 东台新闻 张宇成 曾经夜 台东市报道 陈福利 陈福利 陈福利